拜登发表演说《善让哈里斯》 美利坚神圣事业危在旦夕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7月24日 大病出狱的美国总统拜登 发表了重要的电视讲话 在不到十分钟的简短演说当中 他感谢了自己的团队和半个世纪以来支持他的人 他说作为总统是他的个人荣誉 也是责任 美国的神圣事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比我们任何个体都重要的 在他的三年半任期当中 他做了很多事情 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 但是今天的美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面临走向未来和回到过去的路线斗争 美利坚神圣的事业危在旦夕 美国的自由与民主危在旦夕 正因为如此 拜登认为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 是时候把接力棒传给下一代年轻一代的人了 所以他决定退出2024年大选 并且支持副总统哈里斯代表民主党 说实话 整个演说我看了 挺让人感动的 为什么 毕竟拜登这个人混迹美国政坛长达52年 他刚刚当选参议员的那年 不到30岁 1973年 别忘了那是一个什么世界 那个世界是尼克松 伯利尔尼夫和李德胜的世界 如今以这种方式退出 对于他本人来说 还是有些不甘心 他的整个演说不到10分钟 很说明问题 他已经81岁了 一场新冠病毒感染 虽然有全世界最好的医疗保障团队 毕竟年龄就在那里摆着 整场演说 给人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能否再坚持六个月 都是一个未知数 不过 他的演讲虽然简短 但是句句指向川普 同时给2024年的大选定了调 再加上美国的主流媒体 对话语权的把控 等于说 民主党给川普选定了战场 2024年大选的主基调 根据拜登的演讲是这样的 美利坚神圣的事业 美国的自由与民主 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危在旦夕 2024年的选择非常清晰 两条路线 要么面向未来 要么回到过去 面向未来 那里充满了希望 团结 自由 公正 民主 回到过去 对不起 那里充满了仇恨 撕裂 歧视 偏见和专制 你的选择是什么 有人问怎么看 说句实在点的话 拜登的演说 再一次绑架了美国人民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他又是正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拜登演说的开场 他点评了美国国父和先贤们 对国家的贡献 并且应衬了现在这个时代 他说 在白宫里 悬挂着美国历届总统的画像 其中有一些伟大的人物 比如托马斯杰斐逊 宪法的缔造者 乔治华盛顿在君主与共和国之间 他选择了共和国 亚伯拉罕林肯反对仇恨 弗兰克林罗斯福拒绝恐惧 拜登说 他与国父和先贤们站在一起 维护宪法 保卫共和国 反对仇恨 拒绝恐惧 同时呢 他把川普直接放到了对立面 川普是什么样的人呢 川普违背宪法 破坏共和国 煽动仇恨 制造恐惧 总之 一口大黑锅 扣到了川普的头上 那真实情况是什么 不知道谁还记得两个星期之前 由于美国特勤局能力不行 让我们的川普为美国民主挡了一枪 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 难道川普就是正义的吗 难道川普就能代表美国吗 他也不能啊 他给自己的支持者画大饼 最后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 一旦无法执行 搞不好会让美国这些人生活更加困难 比如说他想给中国的产品加征60%的关税 别到时候适得其反 让美国的通胀没有办法压下来 到时候那帮的铁锈带工人会生活更加艰难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这些美国的普通人 他们能明白复杂的政治经济吗 很明显他明白不了 但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川普总统给他们画了大饼 他们就相信了 他们相信了之后 一旦这些东西执行下去 对于美国来说是灭顶之灾 而首当其冲 受到影响的恰恰是他们这些普通人 但是他们现在能知道吗 很显然不能 拜登接着说 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今天的决策将影响美国乃至世界未来几十年 什么意思 无论你如何评价拜登 但是在这一点上 思想是非常清晰的 他知道选择未来对于美国在世界当中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2024年大选 也关乎着美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什么是所谓的重要的十字路口呢 另外一个词可能更加贴切 百年变局 百年变局对于美国来说 就是那个重要的十字路口 现在美国面临两个选择 民主党支持面向未来 用美国的思想精神与实力继续影响世界 共和党象征着回到过去 世界都欠美国的 美国欠了一屁股债 已经力不从心 必须全球收缩 休养生息 关起门来过日子 回归传统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如果美国你选择过去 而不是未来 那么美国会把未来直接让给另外一个国家 这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那么有人说 美国欠了一屁股债怎么办 按照拜登的说法 无论怎样硬撑着 美国不能放弃未来 放弃未来就等于说放弃了一切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光美国单独掌控这个世界了 美国在世界上有竞争者 而这个竞争者 无论是在工业上 还是制造上 还是科技上 更重要的在思想上 已经与美国分庭抗礼了 如果美国不选择未来的话 不选择在艰难困苦当中硬撑着 他就会失去未来 他就会失去一切 这就是拜登的论述 很显然 他对这场选举 对美国在世界的地位 还是有一种非常清晰的认识的 很明显 这是美国对于世界的展望 但是呢 这种论点回到美国国内 这个未来与过去的选择 立刻演变成 谁是美国人 谁能代表美国人 谁能代表美国 你的美国是什么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所以别以为共和党搞定义 谁是美国人 民主党也玩这一套 只是说法不一样罢了 共和党强调公民 那有人问谁是公民 共和党的公民 是指美国宪法原文当中 代表着传统的美国开拓者 基督教徒 大农场主等等 或者欧洲白人 民主党强调的是人民 那有人问谁是人民 是美国宪法原文在当今世界上的解释 民主党的身份认同 每一种身份都代表着一个利益团体 然后通过宏大叙事团结整合尽可能多的身份团体 所以民主党这个所谓的身份认同政治不是无限细分身份认同 而是通过宏大叙事 整合团结尽可能多的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利益 形成大团结的局面 也就是说 无论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讨论 谁是美国人 谁能代表美国 你对美国的未来怎么看 你对美国的期望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说 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着两个不同的美国 而2024年的大选正好是两个不同美国之间的路线斗争 而且2024年的大选才刚刚开始进入白热化 演变成了两个不同美国之间的恶性竞争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眼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